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你 万灵是不要辞职 她是交了辞职报告 但是我没同意 我警告你啊 要开除你就开除其寒 你要是敢开除万灵 我认为从我家里滚出去 你听好了吗 我跟你说 我对姐夫的人品十分了解 我绝对是相信姐夫的 我现在敢肯定的是 她一定是被冤枉的 曼琳姐 我不知道 但这也不重要了 你就因为她有可能失身 所以就打算老死不相往来了吗 逗逗 我没事 你不用操心我了 我不操心你 我操心谁呀 行了 你也别收拾东西了 今晚上跟我回去住 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 我真的没事 我想一个人好好待待 顺便梳理一下的思绪 反思一下我的婚姻 我说这个齐寒真是太不得手段了 怎么这么有主意呢 你说啊 七年前 她就是不告而别 把苏氏还成什么样了 现在可倒好 回来了 发现苏氏都好了 干什么 要横刀多爱啊 我觉得啊 苏氏也有问题 一直太不坚定了 要不然她也不会出现 这样的事情啊 怪我 怪我 我非得拉着苏氏去喝酒 我喝多了 我当时我就没想到这一点 对吧 齐寒半路杀来她肯定有问题啊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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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要自责了 齐寒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 那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主 一次不行还会有第二次机会的 他根本就是一定要拿下苏氏 知道吗 不要自责了 我以前觉得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很痛苦 现在我觉得 被一个不该爱的人爱上 更痛苦 高长海 你什么时候成诗人了啊 还给我朗诵呢你 这什么情况啊 姐 这什么情况啊 姐 这什么情况啊 姐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担心你吗 我把枕头都带来了 我今天是不早堂 那是陪你呢 我没事 我就想一个人好好待会儿 真的 放心 真的吗 我不信 我猜哪天晚饭都没有吃 对不对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你不要拿别人的错误 来惩罚你自己 咱们遇到再大的事 该吃吃 该喝喝 好不好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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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JOHN 又爱你 吃吃喝 你很久 那是 吃吃吃吃吃吃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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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来了怎么不进去啊 我刚来 小心 有什么事不能在办公室说 还要出来说 这什么呀 神神秘秘的 打开看看喽 你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你什么意思 我好心让我同学帮你 你竟然利用我做这样的事 打扰太大了些也太狠了吧你 小心 我自问一直都对你很照顾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对我很照顾 你对我很照顾 我谢谢你啊 你给我专栏做 就是为了挑拨我跟万琳之间的关系 你给我广告做 就是为了让我跟万琳之间进一步地决裂 把她孤立了惹恼了 然后呢不断地制造事情 对你好秩序而入队吗 啊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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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承认我是针对万琳 但对于你 我从来没有半点恶意的 我早就说过 你是我在上海唯一的朋友 别跟我演戏了行吗 我不是俗士 我不吃你这一套的 你信不信我分分钟 就能把这事说出去 你说 苏江要是知道凯文不是苏士的儿子 会怎么样呢 你不会的小心 你不会揭穿我的 如果你要这么做 你今天就不会约我来这儿了 齐寒不愧是齐寒啊 遇到这么大的变故 只是有短暂的慌张 立刻又思绪这么地清楚 你想怎么样 我能怎么样啊 我就觉得 遇到这么大的事 你再在这个运营总监的位置上坐着 不能够服众 那我呢 最近的工作也比较轻松 我很愿意为你分担一点 好啊 没有问题 何晓鑫 我不得不承认 我原来真是看错你了 但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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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晓鑫 我绝对不能因为你共亏一亏 服务员 您好有什么需要 再给我来打啤酒 看什么看快点 好的稍等 我和苏氏是法定夫妻 齐寒 你在明知苏氏是有夫之夫的情况下 还在这里持行妄想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想听实话吗 我对你都没有爱我哪儿来的恨 你说 苏江要是知道凯文不是苏氏的儿子 会怎么样呢 告诉我 谁是这孩子的爸爸 告诉我 你 你个烂货 我错了 谁是他爸爸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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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了 你把油炸鑫的肌肉 搞不好 干什么 没你的饭 我 我出去又出去 你把公司卡给我 没有 吃饭了 来 开门 吃奶奶做的生煎包 你尝尝 那 快 你吃完饭再走啊 不知道 好 那我上外面 吃油条豆浆了 我也要去吃油条豆浆 好好好 跟爷爷一块儿玩 油条豆浆了 都是万灵弄的 豆豆 你总算下来了 你找我干吗呀 豆豆 我现在除了找你 我还能找谁呀 现在也只能你帮我了 这不对你自找呢 别人不了解我 你还不了解我 这姐夫能是那样的人吗 姐夫能干出那种事来吗 豆豆 求求你了 求求你帮帮我行吗 看你肯文巴巴这样 我告诉你啊 我帮你 但是不是为了你 你为我姐 我帮你帮我 你帮我帮你帮我 我 阿姨好 你好 阿姨再见 再见 喂 万琳 记着我说的话 要坚持 要有信心 你可不能放弃 不放弃 万琳 您在听吗 喂 侯医生 对 我今天有点事去不了了 但我明天一定去 对 一定去 你要干吗呀 说吧 还不开出气寒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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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办公室 办公室怎么了 谁不知道咱们暂时情侣关系 别说我坐这儿了 我坐你腿上谁管得着啊 行 你爱坐哪儿坐哪儿 我告诉你 他是投资人 谁都可以投就他不了 好 我等着就你这句话 你今天晚上就从我家奔走 你别都不用拿这事背信我 我告诉你 我早就后悔了 下来 下来 没人了 下来 下来 主编 主编 我们俩 什么事都没干啊 就这样还什么都没干 有事啊 主编 我是来辞职的 这是我的辞职信 开什么玩笑啊 你是投资人 是吧 投资人怎么能说辞职就辞职呢 请你接受万灵的辞职 你这个人太为难我了 我告诉你齐涵 你还要不要脸啊 骗你下去没有男人了吗 你抢了他男人 你还破坏他工作 前来我告诉你 你要还是个男人 你就让他滚 主编 我们现在在谈工作 你能不能让家属回避一下 我们现在在谈工作 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会儿 前来 出去 好 前来我告诉你 我唐豆豆今天就不干了 你也从我家给我滚出去 小孩 一会儿就好了 万灵呢是去一绝 留是留不住的 可是你想想 您说你这时候你要再走了 你让我怎么办 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家留下来也难以扶重 其实你心里很清楚 接受不接受是他们的事 同意不同意那是我的事 这些不用你管 我来处理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我只是辞去我的管理职务 投资的资金我还是会保留的 好 既然万灵辞职了 我也退居幕后 杂志社还是有可以挑大量的人 谁啊 何晓星 你这样太冲动了 逗逗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打抱不平 但是你这么辞职真是没有必要 这样吧 今天就当休息一天 明天好好去上班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和你共进退 所以你劝也白劝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反正啊 我是这辈子都和你黏在一起了 你甩也甩掉我 你说我们俩双剑合璧 在哪儿不能干出一番新天地啊 要不然 咱们俩就去对手公司应聘 然后对着好运杆 打着他们满地找牙 对了 林雨果打电话了 她说齐涵向前来推荐了何晓星 让她担任运营总监 你觉得何晓星她干得了吗 齐涵辞职 然后推荐了何晓星 对呀 我也想不明白了啊 你说你这都已经辞职了 她怎么还要走呢 如果她是利用何晓星来打击你的话 那她目的早就达到了 走之前还送何晓星这么大一个礼 我竟然没有想到 他们俩是好旧 行了 你就别再胡思乱笑了 有没有可能啊 齐涵是利用辞职 然后有更多的时间 去讨好你那个失了点婆婆呀 借机上位 这招够狠的 你说你吧 不要跟姐夫吵架了 你说你分居 是不是又给了她机会 齐涵怎么样我管不着 我没有这个心思去琢磨她怎么想的 真是个死脑筋 我看啊 这也够空旷的 也不安全 你就不要在这儿住了 我已经跟钱来说了 让她搬走 今天晚上我们就搬回去 我在这儿住得挺好的 而且你干嘛突然让钱来搬呢 她在那儿其实帮了你不少忙 至少是帮你和你爸缓和了关系 和好了 她起了很大的作用 逗逗 咱们不能过河拆桥呀 现在是她 见利妄议 鬼迷了心窍帮着齐涵 你怎么还帮她说话呀 你要的我都做到了 很好 你放心 关于DNA的事儿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连胡明都不知道 我用手机拍了照片 而且已经拷贝了一份 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数 我做这些不想伤害任何人 我只是想得到我想要的 祝你成功 凯文 奶奶做的汤好喝吗 好喝 爷爷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吃饭 爷爷呀 他出去办事了 咱们先吃啊 奶奶做的饭比外面饭店 做的好吃多了 我一直吃一直吃也吃不够 你要是愿意呀 奶奶就一直做一直做 你就一直吃一直吃 行吧 好 齐涵 妈妈 妈妈 好久没来看我了 我都想你了 妈妈太忙了 看妈妈常来看你好不好 好 来 来 坐哪儿吃饭 坐 太好了 又能吃到魔果做的饭了 下期 凯文呀 刚才还说 喜欢吃我做的饭 这么多菜 来 我给你盛点汤 来 我给你盛点汤 伯父 你回来了 爷爷吃饭吧 你吃饭 爷爷吃过了 爷爷不吃 他在馆子里呀吃过好吃的了 爷爷呀 吃奶奶做的饭吃腻了 他不吃 来 坐下吃吧 你看啊 奶奶今天做的饭呀 有葱爆大虾 红烧蹄膀 还有炒笋丝 这些菜吧 我都是精心挑选的 这家里的菜呀吃着安全 不像那小馆子里呀 菜也洗不干净 还用那地勾油 还放胃精 还放什么各种的色素 那听起来都恶心 我吃了 吃吧 吃吧 来 吃 给你一个七啊 伯母 谢谢 伯父 有点不高兴 是不是因为我呀 跟我闹呢 看他能听多久 都怪我 都是我不好 你别内疚呀 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这是为凯文 这是为这个家 你放心吧 我早晚能把那个倦老头子给说服了 让他跟我站在一边帮你们呀 一家人团聚 是 齐涵啊 你的心意我理解 以后啊 只要你对苏氏好 疼我这个小孙子 那什么都没事了 快吃吧 吃吧 多吃点 豆豆 那晚去哪儿啊 我夜跑 夜跑 就听说过陈烈 还没听说过夜跑的呢 不管陈烈还是夜跑 运动就行 这么晚你一个女孩子出去锻炼身体 这样吧 等我一会儿 我换个衣服给你一块去 不用了 姐 我习惯一个人跑 慢点 招什么急呀 那个你你曼玲姐姐怎么样了 她心情好点没有 能好吗 问点别的 我为什么呀 我现在除了关心她这个我 你想出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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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用脸哀怨的 她现在至少表面上看来是很平静的 每天什么时候都不干 看书 听歌 写写画画的 中午去什么街心花园做一做 她这边还行 但问题是杂志社出事了 齐寒辞职胡晓星上位 等我肯定辞职陪我姐的 不过现在的关键在于姐夫 你得小心齐寒了 她辞职了过后是向你发出总供 你可得真的挺住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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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这些 我来不及了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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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包拿一下 怎么才三个月就胖成这个样子啊 不是 小鲜 你现在怀出去你不能唱高歌 你呀 今天是我最重要的日子了 我必须要穿得这么隆重 你再怎么重要 没孩子重要了 你别烦了 不就一天吗 宝宝会理解吧 我走了啊 拜拜 我给你戴着脱鞋 九十五号 周佳琪 九十六号 对啊 陈若 九十七号 陈慧珍 来 七零 九十五号 侯医生 我已经到了 好的好的 我现在就上去办公室 好 客厢检查都做完了吗 做完了 侯医生 我主要想跟您预约一下 下次检查的时间 等所有检查结果出来后 我给您打电话 好 那侯医生 我看外面那么多人 您每天忙得过来吗 的确 患者太多了 我还好 这边只接受预约 但是门诊和病房啊 每天要接待很多患者 医生护士呢 基本都是超负荷运转 你也知道 这不孕症啊 不同于其他疾病 看病得根据患者的身体情况 周期情况 一旦错过了 就得下个月重新开始 看病的周期很长 患者看病的精神压力很大 会遭到很多误解 有的患者千里迢迢来看病 因为周期不对 白跑了一趟 浪费时间 浪费钱 奇迦 奇迦 主要患者 今天我们要宣布一项 非常重要的人事人命 主编 佐四 马然 带姆 带姆 行 孟 因 Omega 齐涵女士不再担任咱们杂志社的运营总监和海外班主编 她的工作啊 为什么 全都由何晓鑫来接任 但是 齐涵女士依然是咱们杂志社的合伙人和投资人 小夕 你说几句 谢谢前主编的信任给了我这么重要的两个职务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绩效考核办法 从今天开始 每个月对所有人呢 进行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 那横向的比较呢就是同事之间互相比 纵向就是和以前的自己比 进步的 优秀的 努力的都给予奖励 落后的 退步的则要给予处罚 真是辛苦了 两个月的时间 连续两个月都进步 优秀的都会得到奖励 那连续三个月都落后退步的 那只会被淘汰 你努力了 优秀了 你自然工资奖金会越来越高 可是你想在这儿混日子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不养闲人 我之所以这么做呢 就是想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局面 你追我赶 大家做得更好 不好意思 我可能语无伦次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好 以后请大家尽力配合啊 好 来 咱们给何主编鼓励一下 谢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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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总监 明天你坐到万灵的位置上 好 好 上次你问我的时候 是不是就下决定当志愿者了 其实我在患者里面已经是最幸运的了 我通过您了解了很多知识 而且随时有问题还可以跟您联系 我想用那些远道而来的人 对自己病情不了解的人 那他们肯定是非常痛苦 他们的过程一定很漫长 很纠结 这个时候真的需要人家给他一句鼓励 一句关心 我觉得帮助他们 其实就是在帮助我自己 以后我希望有机会 能多多在医院做志愿者 你的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只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就算每天累死 也帮不了多少人 如果有个专门帮助不孕不育者的 公益团体就好了 公益团体 以公益为主 适当收取一些服务的费用 侯医生 你这个建议真的太好了 正好 我现在辞职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能试试 你辞职了 对 社会上的人总是对不孕的人有偏见 无论婚姻还是工作都有影响 所以我们得努力了 您放心 我一定努力 喂 逗逗 在哪儿啊 喂 人姐 这不上班出来泡饭吧 什么事 大白天泡酒酒吧呀 赶紧回家 我有事跟你说 行 刚从好运杂志社出来 你这又要办什么好运之家 没劲 逗逗 你看啊 都是好运 如果我们做的能比 齐翰他们杂志社做的还要好 那是不是更有成就感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既动手 又动脑 最重要的是 咱们还在做公益呀 你的意思是 咱们和他比呀 然后把他们击垮 这么一说的话 我倒觉得有点意思 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先要找到地方 然后就可以大展拳脚 好好干 两个人做饭呀 真好 以前啊 经常就我一个人做的 可闷了 喝好了是吧 是 你那颜色真好呀 不过啊 您别在这儿忙了 您去喝点水吧 你们把它切完嘛 不用不用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 行行 来来来 好 您坐会儿啊 喝点水歇一会儿 行 来 好好 我一个人来忙就行了 是 请行啊 哎 你过来 歇一会儿 您喝点水 好嘞好嘞 还我坐会儿 来来来来 别不着急 这咖喱虾啊 还有五分钟就好了 谢谢 真没想到你的厨艺这么好 你说又会做中餐 又会做西餐 多好啊 伯母 这都是生了凯文以后学的 就是做这些菜啊 太麻烦了 如果我工作一忙呢 就有点顾不过来 还好现在啊 我把工作辞了 以后啊 我有更多的时间 照顾凯文 还有孝敬您和伯父 你说你 这么小的年纪 就下这么大的决心 真不容易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女孩子 根本做不到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都看明白了 什么都没有家庭 和孩子重要 对 孩子啊 最重要 趁年轻 你再生一个 最好啊 生个女的 这样呢 正好对个好字啊 多圆满啊 是吧 伯母 那个我 我再去忙一会儿啊 来 秦涵 你给我走得远远的 别再缠着我儿子 你这样只会毁了我儿子 真香啊 这高丽香 秦涵你以后得教我怎么做啊 伯父 您又要出去啊 对 您今天就别出去了吧 我做了好多菜呢 我还特意问伯母您的喜好 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那个西湖醋鱼 千万别跟我提西湖醋鱼啊 太酸哪 享受不起 人家不吃 有人请他在五星级大酒店 吃那个大餐哪 多吃点啊 越老脾气越坏 晴涵 你别往心里去啊 他不是冲你 他是冲我 他跟我闹呢 没事伯母 行啊 爸 是不是好久都没吃到这样的饭菜了 儿子你真孝顺 这菜是我最爱吃的 你还给我点了这乳歌啊 这段时间跟外头我觉得 你也挺苦的 来来来来 来 这爽 是吧 儿子 你和万灵早点回来 再不回来 我可真坚持不得了 万灵回不回来呀 那还得看他 人家有人家自个人的想法 但是我有句话呀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您在外头也这么久了 您是不是也得早点归家了 你妈这次啊还真有定数 你说这一日三餐我都不在家里吃 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别的 谁说我妈没反应 每天都我反应 特别心疼你 让我说实话啊 老爷子 差不多得了 不行 我必须要坚持 我跟你说 最近这齐寒太不像话了 在咱们家呀 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下厨房做饭 帮着你妈洗衣服 收拾房间 要这么下去 这怎么办呀 这太不像话了 你说的也没错 但是怕是这样 您是咱们家的主心骨 您说您主心骨都不在 那这齐寒是不是有点太肆无忌惮了 所以我觉得吧 真的 差多得了 该早点回去早点回去 也倒是 可是你说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不能随随便便的回去吗 爸 要不然我跟你出一招呢 听着 关键是你听不听 我听哪 那我先敬你们 你说 要不然您最近跟黄阿姨走得稍微近一点 我跟黄阿姨走近点 对啊 你说什么呢 黄阿姨跟你妈有矛盾 这不对啊 我这事就对了 到时候我能有这话说呀 话说呀 臭小子 你这招可太损了 来来来 来吧吧 来 你说 我媳妇她现在吃好了 这倒是啊 你上这儿这个 她吃什么呀 等会儿吧 你打电话呀 这干嘛呢 别着急 别着急 服务员 菜单 菜单 其实也不用找一个特别繁华的地方 她怎么就一直找不到呢 我叫了你万灵姐作业吃的菜应该快到了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啊 知道 走走 走走 我真是服了我们俩了 你快来 你快来 这个大厚子一直空在这儿就没人租 这不就是个现成的工作室吗 对吧 我们俩这是齐里找驴啊 想什么呀 赶紧给冯总打电话租下来 对呀 简直就是瞎忙活 谁找您 外卖 应该是外卖 我去一下 找着了 来吧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这个不是你点的吗 你不知道有什么好吃的 我是让你看看 怎么样 都是你爱吃的吧 还真是啊 看来我的口味 你现在是相当了解了 这必须呀 咱们俩多长时间了 别说了 赶紧吃 妈妈 爷爷和奶奶是不是吵架了 凯文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爷爷都不回家吃饭了 还有爸爸经常不回家 我也很久没见到万灵妈妈了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乖儿子 这些事情呢 不是你应该关心的 大人们都很忙 我们要工作 还要应酬 所以不在家里 是很正常的 知道吗 你要记住 只要有爸爸和妈妈在 什么都不要担心 好不好 来 嗯 一切呢 都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一家人 很快就会团聚的 老贝儿你看河里的鱼 你看那个鱼多大呀 鱼过去了鱼过去了 是吧 开心吗 今天奶奶买鱼都吃好啦 我叫奶奶捎鱼给宝贝吃 小孩啊 这是你孙子呀 是啊 宝贝啊 叫爷爷 爷爷 你好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啊 是啊 他的眼睛像他妈 他的笑容啊 像他爸 让世界能静止在这一秒 明天发生的事不重要 爱情像一个旗袍 不经意间就碎掉 如果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你在想牵着谁的手 度过你沉默 眼神却告诉我 你会守候 这份承诺 我的爱 我的爱 不会陨落 留给你 纯淡的烟火 守护你 那世间尽头 请相信我 哪个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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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把手 交给我 哪个人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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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把手 交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